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一头金发 总是把自信的笑容挂在嘴边 身为革命军仓谋总长的他 同时也是革命军的二把手 全赏金值6亿零200万贝利 没错 他便是陆飞和艾斯的结拜兄弟 萨伯 在顶上战争结束两年后 陆飞的结拜二哥萨伯的出现 冥冥之中就接替了艾斯的位置 引起了照顾弟弟陆飞的重任 相信 对此很多人会说 萨伯会重蹈覆辙艾斯的老路 但是我认为 红发或者卡普的死 才会二度激发陆飞的潜能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萨伯一出场就非常霸气 革命军二把手 总参谋这些身份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认得偷当上的 所以萨伯武艺是强大的 不过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总有那么些自以为是的人 在萨伯的面前装兵 所以今天呢 我们便来聊一聊 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吧 首先第一位是陆琪 两年后的陆琪也高调登场了 他的职位是世界政府最高谍报部门 CPO的队长 不出意外 他应该拥有大将级的战力 不过可怜的还是 在他要炮轰草帽团一伙的时候 萨伯登场了 一个火拳把所有军舰击沉 同时也把陆琪吓了一跳 但最后他还是忍了下来 尊重并没有交手 第二名 巴沙斯 作为黑胡子海贼团一队的队长 我本以为巴沙斯至少也拥有一副皇级战力 但没想到最后结果却是 在他与萨伯对战中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披武装色气吧 不仅被萨伯一爪子废了一条手臂 甚至还被萨伯花式小砍 真是丢脸丢到老老家了 看来如果最后不是萨伯收手 估计巴沙斯早被火拳烧成骨灰了 第三名 藤虎 作为海军大将的同步 不仅在七五海明哥面前溜脸 甚至连萨伯都打不过 很多人说他放水了 但对此我只想说一句 如果真的放水 明哥的鸟笼就不会切不开 你们觉得呢 勉强也算是鼓鼓开吧 最起码也是他让我们见识到了 萨伯大将级战力的恐怖 第二名 巴斯提游 巴斯提游本是海军本部一个小小的中将 如果他在萨伯面前出言不逊 下一秒便尴尬了 如果我们记得没错的话 他可是当场被烧死了 咦 真是惨烈哟 最后一名 加鲁马古胜 还记得小时候萨伯溺水事件吗 就是上面这个屌毛干的 如果不是龙疾之出现 恐怕萨伯就真的被淹死了 综上所说 真正能虐萨伯的果然还是只有天龙人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今天小编给大家留下的互动问答是 如果当你变成萨伯 那么你第一个最想秒的便是谁呢 对此不妨把你的想法评论在下方留言区 关注加转发 我们同样下一期节目无见无散哦 拜拜